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官方的這個流程喔 來 在這邊 好 你看 好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在這邊這樣 欸 有沒有 先把平面畫好 有沒有發現下面3D就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家具就開始放進來了 就是這樣而已 以前你們可能沒有玩過半家家球 你看 三個步驟就解決了 第一個步驟 先把平面圖畫好 你可以混進來了 這裡有比例詞 有沒有 第二個步驟 把門啊 窗戶 那個牆壁啦 都先準備好 好了 有沒有 窗戶都弄好了 牆壁也弄好了 再來 把地板加進來 現在第二個步驟囉 準備什麼 把你們家的家具啊 一些裝飾的放進來就好啦 有沒有 就是這樣而已 知道為什麼三個小時之後就可以回家了吧 好 有沒有 你有可能要設定一下你的顏色嘛 第三個 你要做 做照片 單張的 挑好喜歡的角度 就好了 還可以做什麼 攝影機的動畫 有沒有看過一些建築的那個個案 他們有做動畫 對不對 攝影機上進去繞 有沒有 這樣就出來了 就這三個步驟而已 所以真的不難 而且它對於就是軟體的需求來說啦 應該說對於這個硬體的需求 是不用太高的 不用太高的 不用太高的齁 所以 不難 最重要是 manji 我有跟你收錢嗎 好像沒有齁 對 那到底各位 你到它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去從這邊過去 也可以從右手邊 它有中文的官方網站 有中文的官方網站 所以你要看不懂都很難 那它呢 那有幾個版本 我先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你在下載這邊 它有兩種版本 一個呢 是有沒有 這裡要安裝的也可以 那它官方就有提供免安裝版 所以不是我要什麼 做什麼破解給你不用 它官方就有提供的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就是網頁上的版本 是Java的版本 不過呢 這個部分就 因為現在Java比較不行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大部分就比較不用這個版本 那它現在還有一個版本在開發 是HTML5的版本 HTML5版本 所以以後呢 現在是可以看的部分 是用HTML5 但是以後做的部分 也會變成HTML5 那這個呢 官方版本 跟我給各位的版本 有什麼不一樣 有 最大的差別 就是模型的什麼 數量的多管 所以 如果說你們現在下載的 從Noodle上面下載的 跟 或者是你從我這邊 所謂的加強版的 這個 這個裡面呢 我把模型放比較多在裡面 但是模型一樣 我只是把網路上找好的放好 讓你比較方便 那麼 如果你用標準安裝的 那 或者是標準免安裝的 它就是模型比較少一點 就差這樣子而已 就差這樣子而已 好 這樣有沒有稍微比較了解一點的 那我們真的要動手做囉 來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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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